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绍这款甜品 方法非常简单 又不需要煮又不需要烤 但是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是什么 现在就告诉你 今天买了这个长柄的士多啤梨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士多啤梨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要选择一些长一点 因为太短的时候 就会不漂亮 首先 我们将士多啤梨切两刀 切了这个钉 让它站起来 然后再切在大约 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样就切了 先放在这边 切了这个士多啤梨之后 我们就要预备中间的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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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什么 馅 馅 巅 魔法 与此同时,我又将牛油,将黑朱古力放进去 然后将它放入微波炉中,10秒 目的是将黑朱古力融化,变成朱古力浆 好,这个时候的朱古力浆就差不多了 我们还用这个小打蛋器,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这个是忌廉,加一点忌廉 让它更香 下一步就是将奶油芝士放进汁袋里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如果你想甜一点,加多一点糖 然后将它放进汁袋里之后 我们将每一个草朱啤梨放在旁边 然后在草朱啤梨里沾一个圈 切完之后呢,就每一个盖盖盖盖盖 最后呢,我们就将这个朱啤梨浆 倒在一张角度纸上 少少就可以了 就是帮这个圣诞老人画一张眼睛 接着我们就可以放在碟上了 那我们怎样可以营造这个圣诞气氛呢 就是将这个椰丝 灑在这个碟上 不见了 令到它好像在下雪那样 然后呢,我们每做完一只 就放上去 那便完成了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快点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